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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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含义 至于理念嘛 是不可能用语言 去完整地表述和传授的 它需要用心去体会 去领悟 去思考 静客资本将是您最忠诚的伙伴 詹姆斯先生 咱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 合作得非常愉快 今天的同船进医院了 我最近大客户部的总监来接受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一员 前两年掉到管理岗 就不轻易出现场 但是这次是我们的过失 我请他来支援 也希望肖董 同董能够海汗 最优秀的议员是哪个人 人心 华生最专业的议员 人的短期记忆大概是30年 经过专业训练能达到23分钟 经验丰富的考译员则是5到6分钟 而我们这个议员 个人最高轻易记录是10分钟 甚至是12分钟 我希望说 活动投资者不太购乱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能量 研究什么他们在投资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 有这么好的关系 亲爱的先生 金哥企业会成为你的信心伴侣 十二分零八秒 细节又破了个人记录 可是这次的新品发布会 我们前期筹备了两个月 他现在临时加入 我担心 您放心 他不仅专业功底了得 更重要的是临场发挥 不是常人所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碎碎平安 碎碎平安 什么 碎碎平安 对 碎碎平安 好 我先去一下 可以 放轻松 这儿不能学 喂 喂 喂 不要了 吃过药了 那也算了 为什么 我买了 我买了 我对这次训练 今天谈论 中国的研究 是为了 参加 美国的研究 将一切成为 参加 参加 一切成为 中国的 劳定 印度英语的发言 是翻译的难点 这次会议办得很好 她觉得 她觉得 我们国内的变化很大 方便吗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这位女士的意思是说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一次的基金研讨会 让她看到了 中国的高度发展 与蓬勃生机 能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她感到非常地荣幸 你同意 你同意 谢谢 没问题 来吧 谢谢啊 华生灵溪 您认识我 灵师物翻译官 如雷贯耳啊 强胡谬赞罢了 据我所知 您担任大客户部总监之后 很少亲自出席翻译工作 不知我是否有心 下次也能请到灵总监了 华生的部门分工明系 书面翻译找笔一步 现场翻译找口一步 我的同事们都会为您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 看来我的面子 没有孙总大呀 孙总是我多年的客户了 也是老朋友 今天过来纯属帮朋友的忙 那怎样才能成为 林总监的朋友呢 您要不先考虑一下 成为我们部门的 对标客户 成为华生大客户部的客户 这门口可不便宜呀 中途抢单 名声不要啊 名声能犯技巧 在这边 祝福 好 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我来开车吧 不行 叫网约车或者叫代价 你来跟我对流程 好 西姐 网约车显示前面有九位 代价有七位 代价 口疑不出的幺蛾子 你决定要去擦屁股 我是口疑不的 但林峰是我大客户部轮杠的 所以我来兜底 别锁应当啊 西姐 车来了 帮我拿这点下 人还有十分钟的 最连我发给她们 我觉得还是冒险了 张总都打包票了 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麻烦到了目的地之后 等我们五分钟 好的 西姐这是 是 风鸣声 鸟叫声 这些都属于白噪音 可以过滤人大脑当中的噪音 而且使人更集中注意力 以噪之噪 我去外面赢的 我去外面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知道 八年过去了 有些人会不会后悔 是他 要不我来电话 你不信 你确定是真心 小董 我们的人到了 这位就是灵溪 华生灵溪 前来报到 小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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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 您好 茫茫 欢迎诸位来到 羽翼天下的新品发布会 这次发布会要推出的是 翻译机1.0新品 您可以尽情试用 感受科技带来的便捷 欢迎到羽翼天下的新品发布会 试试用我们新发布的 羽翼天下的版本 1.0 享受科技带来的 这是羽翼产品 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我不希望有任何损失 但我认为您在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 远不如一台机器可靠 你觉得呢 如果您也是机器 那么机器和机器对话 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但您是人 那么今晚您将做的 必然是一番情感充沛 热血激昂的发言 情绪 情感 情怀 这是机器和人工智能 很难翻译出来的 但我可以 你怎么就很自信啊 萧总可以根据资料里面的内容 随意考核 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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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领域是哪一个 萧总 这个问题 不在你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萧总 您这是在给我挖坑呢 语意 着力最大的领域 不是一个 而是四个 经贸 建筑 IT 医疗 您将语音识别 机器翻译 语音合成等技术 融合在一起 并通过深度学习 不断地优化 使系统郁佳的智能近乎完美 不知道 我的考核过关了吗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确定是初次见面 林总监 很像我一位旧友啊 灵溪 你的老毛病 好久都没有 没事 没事 你看 一个土方 不妨试一下 一边喝水 一边鞠躬 能有效地移植大哥 哪儿听来的方子 能有用吗 一个老朋友告诉我的 不用了 西姐 你要不试试吧 快来不及了 还有两个分钟 大会就要开始 好 好 小董 小董 厉害啊 林总监才厉害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进场吧 谢谢 一紧张就打嗝的老毛病 很久没犯了 他故意地 想让我当众出车 看出来了 老肖这次来得又不善 用来降到水来吐厌 后悔吗 嗯 当初把人家甩了 现在人家进飞席地方 演什么意思 我笑 你的前女友真的很优秀 值得我们为她冒险 冒昧地问一句啊 你们当初为什么分手 你可真冒昧 你觉得呢 她觉得自己 配不上你 她觉得我配不上她 所以你今天这出 是为了依景还乡报复她 怕这儿有ミ DefinA 一会儿别紧张啊 我知道你老手了 一会儿别紧张啊 谭莎莎 翻译青年卑第一名 现在正在口一部轮岗 其他的还需要我介绍吗 好久不见 事事想念 表妹 你们两姐妹配合肯定更有默契 加油啊 加油 郑总 您是让林总监代替林峰吗 有问题吗 林总监应该还没来得及看资料吧 这是我整理的一些关键词信息 你要看一下吗 不用 在桌上看过了 开展翻译工作前 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 可能涉及到的专业术语 或文化俚语 还有语会人员的用语习惯 我不打没有准备的账 现在马上就要开场了 你确定现在要跟我聊这些 莎莎 萧董和佟董都没有意义 工作吧 给您什么区别 Morgan 我没有听见 大家不信 我 gern认为我 我先发现 有处结束 你还需要 不信 我怎么办 我先吃 我 你不信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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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诸位播种前来 参加羽翼科技的新品发布会 现在有请羽翼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肖一诚先生 肖一诚 著名的物理学家 Richard Feyman去世的时候 当手臂的医学家 Richard Feyman死了 他写了 知道如何解决 已经被解决的问题 其实 从零到一并不能 但是把已经成体系的产品 打碎成续 才是真正的创新 从羽翼成立 到现在 我一直期待着你 接下来 我很高兴地为大家介绍 语义智能翻译1.0 行业智能翻译机 高速翻译0.9秒 56种语言 方言翻译 翻译机内的开拓者 业内率先发布离线翻译 羽翼是在新的旅程中 谢谢 请允许我代表友谊天下 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我们的 语义1.0功能 独特灯光的设计 交流节奏更顺利 创新融入灯光的语言 语音翻译中 灯光呼吸及闪烁 正在识别收音 直接展示翻译机的状态 双语自动识别 无需区分语种按键 语音翻译模式下 可开启双语音识别 专注于对话 用人工智能 建设美好的世界 以上就是本次 发布会的全部内容 谢谢 接下来是答记者问环节 欢迎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向萧总提问 在市面上 翻译软件那么多 语音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们的翻译软件 能够将传统翻译软件的 两秒反应时间 提升到0.9秒 准确率能够增加10个本 它的定位 从2秒钟 准确率能够增加10% 从2秒到0.9秒 准确率能够增加10% 它们的实现 它们的实现 您说您在美国创业期间 是您的至暗时刻 请问您是如何熬成的时段 您说您在美国的开始时刻 是最暗时刻的时刻 您怎么进行 试影黑暗 切断后鱼 您能再说得明确一些吗 人在深处绝境时 除了无用的肉体自杀 和精神逃避之外 其实人生还有第三种态度 致知死而后生 有第三个选择 当你来到死的结果 你能够上升至挑战 小总 既然您说 这套翻译系统 不须于人工翻译 那么这个不须于的界定是什么呢 我们能否有幸看到一场 人工翻译与智能翻译之间的比拼呢 我们有机场游与智能资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在同传间内坐着的是我国顶级翻译公司华生首席翻译口语员 林熙 林熙女士 你准备好这次小笔拼了吗 是你关注这次小笔拼了吗 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 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技术日渐成 我们借助海量的语料数据 不断优化核心算法 全面提升我们智能系统的性能 我们系统的心配上商量的系统 普通翻译技术 varieties 演品 有伤促 要吗 翻译机显示的速度 一看就被灵系得快 这能一样吗 翻译机那是读取信息后 在进行机议 那灵溪这是口译 而且口译本身就要 之后三秒再更多 我倒觉得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这翻译啊 手不掉就是快 但是我感觉 还是灵溪翻译的更容易 这倒也是 翻译嘛 还得剩在现打雅上 请问萧总 是语义翻译软件高明 还是灵溪女士 更胜一筹呢 刚才为大家所展示的 是语义智能翻译1.0版本 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 它的精度与迅速 最后 我想将自己 最喜欢的两句古文 赠予大家 与君共勉 你知道发生上一任 大客户部总监 马璇吗 圈内谁不知道 在一次对外论坛上 刘副市长说了一句 处词 清超唱 比勇思熙 一暗暗而日腿 马璇一句都没说出来 导致了翻译事故 同生 最怕的就是临时兴起的古文 谁怕不谁翻车 我帮你查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氏鲲 君子已厚德在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听错吧 刚刚还怕我拖后腿的谭大小姐 跟我道歉 刚才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你说 虽然你从小生活在国外 外语很好 但是外语和口译翻译是两回事 就像是数学和物理 貌似有关联 但实则天差地别 而他之间的区别 是需要体会和参悟的 我很佩服你 但我并不觉得 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什么问题 好的 是我多话了 撤了 大家辛苦 晚上一起吃个饭 我敢保证明天各大公众号 都会吹爆西姐这段古文翻译 是 江总 这次是不是要给林夕加西了 加 必须加 明天就加 不过 为什么我总觉得 萧总好像为难我们西姐 怎么可能 他们俩又没有什么心仇旧恨 萧总刁难一个翻译干吗 不是 那啥啊 还没给你介绍啊 接下来呢 你就会被调到大客户部 轮岗 这位是魏天 是大客户部的客户经理 后面呢 是陈文 大客户部的总监助理 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 好 嗯 魏先生 陈小姐 叫我文文 你可以叫我魏天 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叫我天歌 忘了和你说 我也邀请了萧总和佟总 走吧 不过你 赵姐已经迟到了 哦 好 哎萧总 不好意思啊 久等 啊 没关系 我们也刚到 呃 彤总呢 啊 他去点菜了 哦 好的好的 今天发布会有不足的地方 您一定多提宝贵意见 好 您太客气了 手机都没电了 看什么呢 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去洗手间 林总监 童总 刚才翻译很精彩 真心 怎么 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还是需要羽翼的一点 小小的认可的 怎么说 如果我今晚的表现 让童总满意 那可不可以把 这次项目的款期 稍微缩短一点点 据我所知 羽翼的这次活动 是口一部承接的吧 林总监怎么替口一部 来催账呢 都是一个公司的马 不分彼此 那林总监 想缩短到多久 一周 十天吧 自然日 工作日 成交 一切按照合同董 萧总 刚刚童总已经答应了 是 我接个电话 喂 皮特 怎么了 我先进去了 等我 没有啊 八年不见 恭喜了 梦想成真 靳华生成为首席翻译官 立中联合国 我没记错吧 您是甲方 您说什么都是对的 别想了 款期 可是刚刚童总都已经答应了 那实在不行就 正常按照合同走呗 行了吧 诗歌翻译什么的 就当做是我们华生 免费赠送了 你有嘴话说八面玲珑的样子 真是一点都没听 有言不禁刚被自用的样子 一定都没骗 今天如此重要的事情 我代表华生提一杯 今天的活动非常非常地顺利 我们要感谢萧总 佟总 在这么多家公司里面 选择我们华生 来 林夕 卫天 莎莎 文文一起举杯 敬一下二位老板 希望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共赢 共赢 来 林夕 来 你不能喝酒 你刚刚吃了胃药 我那是维生素 我看得清清楚楚 没事 少喝一口没事的 来 咱们喝 萌萌 去点一壶菊花枸杞叉 还是萧总体贴 多谢萧总 我是为自己点的 正好能躲酒 好好好 谭小姐快人快语 我倒是绝光了 没事 咱们喝 咱们喝 来来来 来来来 今天开心最重要 对对对 萧总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来 来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萧总 谢谢萧总 解惭 你 你好 你好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们这桌 点的这个非同欲片 帮我跟后厨说一下 不要放腊 非得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谢谢 像我们传统的翻译公司 还有很多这样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说给大家听听啊 是我闺蜜 她是刚才会上的记者 举了三次手都没有 被萧总点上名 她知道我跟萧总和童总 在一起吃饭 就是说想让我帮她问几个问题 不是吧 萧总正在吃饭呢 张总 没关系 既然萧总同意了 那你就问吧 那我问了啊 萧总那么帅气 有没有女朋友啊 你这位记者朋友是跑 娱乐新闻的吧 她要做羽翼的深度报道 肯定要对萧总个人下下功夫嘛 萧总如果实在不方便 我这 我这 有过 几个 没大没小 一个 萧总爽气啊 那萧总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你生命中唯一的那个前女友 真想听 平淡无奇 就像一杯白开水 对人无意也无害 可喝可不喝 不咸不淡 比比皆是 很有哲学韵味 是啊 是啊 萧总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说前女友的坏话 您看起来不像是那么没风度的人啊 我说的算坏话吗 她当年也是这么说我的 我猛料啊 猛料猛料 萧总这么优秀的人 居然会被前女友嫌弃 你看 很没眼光啊 我对八卦 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也是 这是我们点的餐 沸腾鱼片 有没有搞错呀 沸腾鱼片不加辣 这是哪门子作法呀 是那位先生特意嘱咐去辣的 在那边砍 去达里的圣中 我曾爱过的你啊 回忆的脚步声 从未停止喧哗 时间也曾不吓 两颗心跳捧撞的au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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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